不同款式的无人机 专业旁拍技术 不少中学生已经有机会接触 长沙环天主教英文中学 参加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 中学资讯科技增认计划 提供深入资讯科技培训 包括堂空摄影和录像制作 软件开发 机械人技术等的课程 启发学生创新思维 学校并与科技企业合作 举行交流活动 这间学校学生冯子俊 就是在这个创科氛围之下 绝壮成长 研发的产品在本地 和国际创科比赛屡获树荣 年纪轻轻的他 已经是初创企业的创办人 我们有几十位同学 成立了十几间的初创企业 一部分已经是有盈利 IT不只是做一个作品出来 可能只是参加比赛 那么简单 其实这些产品可以再走一步 真是落到社区社会里面 比如我们拿了一些资源 我们可以买软件 硬件 买外间的服务 如果我给学生充分合理的自由度 然后有资源 再加上一些机会邀请给学生 其实他们是会有无限的创意 他们可以将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 其他中学也可以向计划申请资助 在校园举办争论活动 激发学生对资讯科技的兴趣 有中学生从中认识物联网技术之后 用了一年的时间 研发阳光小巴站到站提示系统 除了在车站显示到站时间 乘客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 拿到实时资讯 并预留座位 缩短等车时间 我们用了一个物联网的技术 首先司机版 我会传送一些数据上去云端 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乘客版 和车站版的应用程式 就可以在一个云端拿回数据 学界对增润计划反应正面 认为有助培养学生的创意和逻辑思维 纷纷说希望计划可以扩展到所有的中学 因此政府本学年起到2022到23 共三个学年投放5亿元 推出中学IT创新实验室计划 向全港500间公称资助中学 每间提供最高100万元的资助 用来扣置和维修保养资讯科技设备 包括光纤及宽频网络 云端洩服器及储存服务等 并举办工作坊短期课程和资讯科技相关的活动 学校也可以请短期或兼职员工 例如编程班导师或兼职的辅导员协助推行计划 这个计划在12月1日起接受申请 视乎申请的数量合资格的学校 预计本年的年底或2021年初得到资助 自计划在12月1日起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